好,来看到全球大小事 全球因为新冠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 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 实际上可能高达800万人 世卫指出数据严重低估 不可能会因为很多国家缺乏了可靠的统计系统 很多人在接受采检之前就已经染疫死亡 欧盟今天在20国集团卫生峰会当中宣布 将向中低收入户的国家来捐赠1亿剂的疫苗 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赖恩强调 疫苗分配必须要确保公平 并且支持中低收入国家 随到今年年底欧盟希望透过全球疫苗取得机制 COVAX向中低收入国家来捐赠1亿剂的疫苗 另外欧盟对内也会有新措施 从7月1号开始 他们要启用数位疫苗证明 建议会员国不要对接种者采取检测等等限制 而另外呢就要来看到是在美韩关系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要举行双边会谈 拜登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头表示 双方谈到了至关重要的区域安全问题 像是维持南海航行自由 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另外有记者则是问文在寅 拜登有没有对他施压 要他在台海问题上头表现更加强硬 文在寅表示没有 但是也说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头加强合作 而另外呢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最近则是表示 美国军方确实有记录显示 曾经有过不明飞行物体 而这些影像记录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欧巴马也说一直以来没有办法确认 这些物体究竟是什么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22号的美韩领袖峰会记者会上头 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他巧妙的避而不答 如果没问过了 如果特别说我经常 dla fault 如果特别说了 这些是有维判的不相关 最不能暂aval 我觉得他Dan算没有 什么都dd 总统跟本服质èn 我答应了 吗 謝謝